王主任您好 总台CGDN记者提问 我想请问您如何看待当前巴以局势 中方对于缓和 巴以冲突 推动 巴以和解 又有何政策主张 谢谢 中方谴责一切伤害平民的行为 也反对任何违反国际法的做法 决定当前的严峻形势 中方认为当务之际 第一是尽快的停火之战 阻止战火 无限扩大 避免局势 进一步恶化 第二是遵守国际人道法 全力保障平民安全 尽快开闭人道救援的通道 防止发生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 第三是有关各国都应该保持冷静克制 并持客观公正 推动冲突降级 避免的地区和国际安全稳定造成更大的冲击 第三是联合国应该为解决巴的三问题 发挥应有作用 安理会也应该承担重要的责任 尽快形成国际共识 拿出实际的决策 中方正在同有关各方开展沟通 我们将积极的参与联合国安理会的紧急的磋商 遵守联合国为缓和冲突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我们也支持古德雷斯秘书长刚刚提出的 关于保护平民的紧急的呼吁 我们还想通过联合国渠道 继续向加沙地带以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提供紧急的远到援助 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 是当今世界不断被撕开的伤痕 这一问题的根源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宿愿 迟迟未能实现 在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历史不公 一直没有能够得到纠正 以色列有建国的权利 巴勒斯坦同样有建国的权利 以色列人得到了生存的保障 巴勒斯坦人的生存谁来关心 以色列的民族已经不在世界上颠沛流离 巴勒斯坦民族何时才能重返家园 这个世界存在各种不公 而对巴勒斯坦的不公已经延宕了大半个世纪 承接了几代人的痛苦 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两国方案 刚才波勒斯坦先生也重申了这一点 那就是建立起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这样才能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和平共存 才能实现阿拉伯和犹太两大民族的和谐共处 两国方案完全落地 中东地区才能迎来真正的和平 以色列也才能获得持久的安全 推进两国方案的正确路径就是尽快的恢复和谈 各类促谈机制都应该为此发挥积极的作用 中国政府的中东问题特使将于近期访问地区的有关国家 为推动提供指报局势降温做出积极的努力 同时我们也呼吁在联合国的主导之下 尽快的召开更加权威更有影响和更大范围的国际和会 凝聚国际违和的共识 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解决 感谢观看